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请李克勤的冠军学员 郑五颗月 声声不息作为一党 港月经常综艺节目 而五颗月又是粤语歌唱的后期剧秀 参加好声音第十季时 几乎全程用粤语歌去参赛 最终夺得第十季总冠军 按理说 五颗月比单一辰更适合参加声声不息 但她却没有被邀请 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五颗月夺冠也有半年时间了 除了参加过几党晚会 目前还没有参加过综艺节目 以她现在的状况 确实需要参加一档爆款综艺 来提升知名度 不然她很可能会被遗忘 最终笑声匿迹 再看好声音第十一季的雅军王靖文 之前就参加了浙江内市推出的 全新社交音乐综艺节目 闪光的乐队 知名度进一步得到提升 而作为总冠军的五颗月 却没有这样的待遇 现在声声不息 邀请了同为总冠军的单一纯 却没有邀请 擅长粤语歌曲的五颗月 让人不得不怀疑 难道五颗月就这么没有时长价值吗 想想单一纯夺冠后 各种热门综艺上个不停 单曲发了一首又一首 两年不到的时间 就已经成为新生代歌手的佼佼者 而同为总冠军的五颗月 论综合能力 并不比单一纯差多少 而她自夺冠以后 没有综艺 单曲也少 曝光度明显不够 再这样下去 她可能真的就要跟其他几位总冠军一样 逐渐被大众遗忘了 五颗月想要在乐坛立足 急需通过参加一些爆款综艺 来提升自身的曝光度 错过了闪光的乐队和生生不息的五颗月 好在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档综艺 那就是天赐的声音 在天赐的声音第七期节目中 五颗月以飞行音乐合伙人的身份加盟 而这也是五颗月 自好声音夺冠后参加的首档综艺节目 不过五颗月在天赐的声音节目中 似乎并没有得到节目组的重视 当她跟汪小敏演唱结束后 两人决定选择周深作为合作对象 其他四位常住嘉宾 有三位都放弃了选择 胡彦斌再次选择了汪小敏 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两人之前 在天赐的声音节目中有过合作 胡彦斌宁愿再次选择汪小敏 也不愿意出来炸到的五颗月 更能说明五颗月不受重视 汪小敏最后接受了胡彦斌的邀请 而周深还要在胡蒙州和五颗月之间做选择 最后他坚持选择胡蒙州 就这样好声音总冠军五颗月一轮游 连唱第二首歌的机会都没有 实在是可惜 我用到达童费 我们用到达童费 在一起